这里是巴西里约热内炉知名的观光圣地电报山 山底上这么一颗石头 得要排队一两个小时才能够拍照 因为大家都是利用错位手法 拍出看起来好像人悬在半空中 尽管不是真的悬空 但依然有危险存在将会立法列管 摊在悬崖上看起来令人捏拔冷汗 其实脚底下就是斜坡 这些全都是利用错位的拍照手法 巴西里约热内炉知名观光景点电报山 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拍美照 往往假日需要排队一到两小时才能站上石头 就为了捕捉惊险时刻 如今电报山将正式列入里约热内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地官员为了保存风景 以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功申请通过 未来将创建观光客守则 也有助当地环境保护与发展 其实许多观光客来到电报山 拍下美照的当下也将自己置身险境 经常可见家长让小孩单独在上面拍照 未来随着新法令在电报山上拍照也将有明确规定 提醒游客切勿为了拍网美照赔上性命 大家新闻 张力编译